主持人 这样 好帅 大家想不想跟文浩一样 有 让我们一起 走进戏曲的世界吧 出发 好 别激动 别激动 我们可以到这边 先让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大靠 云间靠身下甲 再加上靠琴 才叫大靠 中国古典文化里边有缝出现 那一定是女生穿的衣服 你像男生穿的衣服 基本上就是龙纹 或者是云头 对 就是那边 我们的服装上 龙是五爪 蟒是四爪 靠身加靠琴 这些东西加起来有多重 我是梁的女靠 是6.5公斤 那男靠有可能会 再重一点点 我发现你们俩盯这个行头 已经盯了有五分钟了 这属于家居服类的 我们叫公装 穿这件衣服的话 头上就一定要戴凤管 这可能会有一点点 硌的话 好沉 好沉 皇后良良不好当的 往那集中一下 今天你们在座的各位 都有机会来一场戏曲体验之旅 但是你们要先出盲盒 来拼拼手气 打开盲盒 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吧 抽到这个一出大戏秀贴的呢 近距离地观看我们一出大戏的演出了 我这里怎么出个问候 怎么出个问候 你将要干一件神秘的大事 抽到幸运忙活的人 就可以下一段神秘的旅程了 加油 加油 最让我难受的就是一层又一层的粉彩 铺在脸上的时候 的时候我的眼睛往上就沾满了 哇没想到自己这么美 没想到花这么久 实在太累了 腰子快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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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大戏 亦无穷 云绕梁不了情 一杆花枪 浸透了悠长世间的 离仇别恨 一杆花枪 唱进了友情眷属的 爱恨师称 少年夫妻老来伴 携手相依 画夕阳 这是江桂枝 对真挚爱情的期盼 两眼望穿 云边月 盼你为我叼朱颜 这是江桂枝 对美好婚姻的憧憬 这杆花枪 既是一段美好姻缘的开始 也是女性追求爱情平等的权杖 离别数十载 一招对花枪 花枪的花是流花不发带狼龟的爱情坚守 花枪的枪是 撒上英姿 无耻枪的生命坚强 无论欲具对花枪的朴实 还是京剧对花枪的酣畅 唤起的都是女性血脉中 对平等的向往 洋溢的都是女性对爱情的守护 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一出大戏 对花枪 对花枪取材于《星唐传》和《隋唐演绎》 这是玉剧舞台上的一出传统名剧 经过诸多艺术家 不断地改革和创造 最终成为一出 家喻户晓的家庭伦理清喜剧 其中以崔蓝田 马金凤两位老师的版本 最广为流传 你可认识 后备京剧 营剧 等多个剧种遗址 随即成为享誉全国的 一出大戏 现眼碎于不朵江 飙一飙 乘妖精 举仪在挖岗 说这一天 弟兄们正在中军上 抛赖个漏洛消兵宝大望 宝大望 乘妖精 就问漏洛有何事 你的满满将来不要晃 是不是杨林老二来赶张 带来了兵将拱挖岗 漏洛说 不是不是都不是 大望停安 报短相 咱山下赖了任一货 非得要见 伯父落以北平旺 有个女的说话更客气 他说是老伯父的愿陪夫人 累到山岗 啊 听把漏洛江一扁 众英雄顿势乱赌呢 这不对呀 老伯父起自奔是亲是女 跟前就落成一个浪 可不是吗 老伯父不光是奔执工作干的后 并且害使一夫一妻的后邦呀 温要直 山下的这个女人她是谁 山下的女人是老红 语言的千万有 是 咱听听任家自己说短相 啊 老是家中 下个了 蜻疾病 不用搭 擠 月ny 别墅 架架纬 哪个知名 大街 不在风 行 Zither Harp 好无垠将家的花枪 谁不知无有小爱 无有的意 说什么一个教会你 起命我就讲个教会 大地坠 大地坠也太过气 有天下的鸡子 不去葡萄鸡 有一个干活的书生 小萌鸡 他敢逃走不敢的 瞧瞧你 一路风霜 亲不亲 沙海明明都在 一座铺鸟里 也使他命不敢思有武器 老爹爹把个传统人家里 去乱坐铁鸭 啊 一态只别急 那人诺云 冰淇淋 好 老爹爹游味它 白白留恋心 小鸭盼上修路上 陪我抱谁 他也说 我的姑娘 你可真笑 我可听为 来留一位赠公子 看着的风流如鸭 相貌不惜 我亲自愿啊 喜欢心 起茫茫的呀 我爱下楼梯 在那可听为 我求助了鸭 那个窗户 我的身材的小鸭盼 他给我出了一个好钟音 他把爱丽会把软一块鸭 我牵牵人枪上戏 永世间 是会有床鸣上的真 不想表现 看自信 我善善把鸭外投销一席 他把爱丽会把软一块鸭 我善善把软一块鸭 直见他一平方街 头上在他身上唇事 扬着你 他的脸皮带 美目也他没情无休 是个偷管笔 这听他叹是轮位口齿凌厉 就只看竹内残华不为敌 一律情丝把我写 上套奸情 说明心意 我也说我的娘啊娘啊 你可懂你 你大当家 那大当家 那幼稚 一辈子不出门的老闺女 岸的娘看过我的心目是 无意要痛 他无意 说他是个坏乡人啊 可是我想意 我以他敢的名字 不愿意 我链一丑 吐一丁 我好留衣裳 链吵戏 我底下头胎 不愿意 那小子 链吵戏 那小子铁铁铁铁鸭 二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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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天思明 罗伊他知道我心目不易 他想陪小脸 后座椅 头衣上跪在地 偷着脸皮摇杆时 我将他画墙 他不易 我愿说 但是怎可得理规矩 他愿说 修学你就是我的兴致 一句话说到我 小蜜蜜 白日 我开发布图书卷 到夜晚穿枪花 在那花园里 黄花强他说 回了吃食堂路 回了祭 三四郎 还会为朔气 为朔气 为朔气呀 你 连 你 你 两人之 来他一心惊惊 求无关之 留也留不住 不见本日 那夜 我半休半生头都哭识 收了说 我对他 而没有爱过 大美丽 我轻轻喇喇 他不易 秀大大 我说道 问其坏才 神有笑 那实在是你 我可不知 他愿说 要是声音呢 去命叫啰嗦 他都好 那一娘 十家子娘 愿三人 八人十五天一日 才生下我多 十家子娘 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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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天 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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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望望他一去 烏龟起 别娘去世后 家有成亲 不要拿着丛儿 别娘去世 与落叶分别是我曾儿生 老生今年六十一 四十年的火管我脑袋 我忘的事儿 怎能忘记 可谈我别人知名 心难思四十年老你 挂在我心里 天天火热 烧出心 世事大天 他作消息 那一只流宗饼叫马鸡 他也说 沿上万两老罗鱼 翻上抓马 七七 他要杀罗鱼流伤 上万日 落松儿一天零行过期 一枪刺死贼马鸡 按下加力量将家计 到阿邦高楼里 上一天马鸡 马鸡 街道上越人把我问 我该怎么说呀 我该怎么讲呀 你们看看 六十七十岁的龙马子 带二孙和二季 家狼两夫和妇女 不找小姨两夫妇气 又找一头的路遗 那你嘴里找你学校万人 知道他啥都不厉害 老山大阔 来两夫妇 不离儿下水灰 掀起飞 今天这一出大戏一开场 就是个碰头彩 三位马派的得意门生 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段 难迎陈情 这是对花枪这出戏中的 核心唱段 一百多句十四分钟 被誉是白毛老蛋的爱情永叹 莫迈老师 您是第一回看玉剧的版本吧 没错 我是第一次看玉剧 而且我一看了 就被迷住了 我在想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出射戏吗 射戏里他说我最害怕老蛋 说老蛋一出来唱起来就没完没了 好不容易把手抬起来了 我还以为要结束呢 没想到他又放下了 其实老蛋戏一般容易给人这种感觉 尤其是这么一百多句唱下来 可是你看咱玉剧不一样 咱玉剧就是脆快 我以为这个一百多句唱下来 怎么也得二十多分钟 京剧差不多二十二分钟 没错咱玉剧脆快 所以老蛋唱下来也是行云流水 他不觉得 让人不觉得长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江桂枝啊 他回忆的是一辈子呀 而且他好在哪呢 他回忆少女的时候 他就像少女 说我这嘴一撅 能拴住一头小毛驴 你感觉这少女的娇羞 然后呢 你看他结婚之后 说这两个夫妻两个 我教你武艺 那时候那个新婚的快乐 然后后来呢 罗毅走了 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 那种中年妇女的不容易啊 艰辛啊 所以感觉看着不是一个老蛋在唱 就好像是一个人 从十四五岁的 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一直演到六十岁 这样一幕人生大戏 哎呀 所以我觉得唯妙唯孝 真好 真的 其实每次听这段戏 还真是有那种 特别像是听街坊的老奶奶 或者自己家的长辈啊 在这个叙叙叨叨 又津津有味地 讲着自己过去的那些事 但是对于一个 戏曲唱段来说 这种大篇幅的 这个曲调又比较平的 其实特别地不好唱 因为唱不好的话 就容易把这个迎客戏 唱成了宋客戏 所以这对一个艺术家的功力 是一种考验啊 我们的马进凤大师啊 他的唱功了得呀 你看这段二八版的 这段大段的唱 像一百多句 这个有的地方啊 一定是死好 你比方说啊 棋盘大街路朝西 每个棋盘大街 住在路西 好 跨观众们 路西 你学学摩曼老师 住在路西 摩曼老师您可以啊 这河南话的玉句 手绣不错 还有呢 我来在那个门下 听住了菊 足是菊 在河南人说这个 脚不说脚吗 说脚 说这个菊 就是脚的意思 听住了菊 听住了菊 非常准确 还有这个 那小嘴能绝的能 爽 猪头绿啊 那小嘴绝的能 绝 那小嘴绝的能 爽 猪头绿啊 能爽 猪头绿啊 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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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听马开这段戏啊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像咱们俩面对面 说话一样 就是四说四唱 说中又代唱 是这样不菊 我们这些 玉句的大师们啊 他们就这样的功力 唱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以说唱为主 说中代唱 唱中代唱 我当年请教过 我们的身份为大师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那个笑在哪儿 哪儿发笑呢 就在那个墨上 你莫放在心上 你莫 觉得那个墨上 老艺术家 还说一句话特别好 他说这个 那绿桑门大 咱是唱得不好听啊 说得好形象啊 唱戏要唱出韵味来 不在意你嗓门有多大 不在嗓门有多大 马老师的表演啊 有一个字 脆 这个唱腔呢 是开口脆 这个动作啊 也是嘎嘣脆 对 马老师的首饰啊 特别的丰富 她的首饰 你看 那七番打劫 竹在鲁西 你看 我练一衬 透一提 那小嘴 越得能酸 你看 那个首饰 特别巧 您找找这感觉 太快了吧 特别快 那个木工挂帅 就特别的明显 我一杀三鹤 哪个冰冷枕 像梦才亲下一个杀人的心 是不是菜梅 我回手 柳柳柳 是吧 不是啊 跟菜梅差不多 就划拳是不是 划拳 对对对 莫老师您试试这个 快 不太好找 我这手太慢了 我觉得我刚才看到 有什么诀窍吗 今儿 有诀窍 你就找那个摸垫门 不是那个 就那个 这种垫的概念 你刚才说这太对了 摸垫门 刷得下 又撤回来了 刷一下 你先直头试一下 你先直头出来 你 哎 哎 哈哈 艺术都来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嘛 其实这一百多句的唱词 这个唱了这个 姜桂枝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也通过这一百多句的唱词 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 姜桂枝的性格 有一句唱词 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长了一脸 哭出屁 还有一头败帽影 唠了唠了 招女许 外人看着 小外人这都是啥道理 其实姜桂枝的潜台词是 我唠了唠了 为招女许 外人扎看你醉意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其实她就是那种 又独立 又大胆 又奔放的那种 大女主的性格 我想这是不是 和她生活的那个 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 历史是有关系的 那还真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姜桂枝这个故事 它肯定是 随末唐初嘛 就这一段 北朝随唐 这在历史上 是一个大的时代 这时代有什么好处呢 它受到这个胡人 就是勺民族的影响 所以妇女很厉害 刚随便讲 你们一句花木兰 那也是这个时期啊 雄兔脚扑朔 雌兔脚迷离 雙兔傍地走 安能 便我是雌雄 北朝礼波小妹哥 礼波小妹自雍容 千群竹马如卷棚 左摄右摄 必叠霜 妇女尚如此 男儿安可逢 那这个北朝的姑娘 说实在的还真的 就会些武艺 而且那个性格也泼辣呀 你比方说 咱说隋朝 隋朝独孤皇后 刚跟那个 她丈夫杨坚一结婚 先跟她立一个规矩 从此之后 咱们所有的孩子 都得是同一个妈 什么意思 一夫一妻制嘛 最高峰是什么时候 那武则天呐 武则天在河南大地上 君临天下呀 那就是大女主 真正的风采了 雄飞高举呀 所以我想江桂枝 也是这么一个时代的女儿 带着这个时代的风采 就是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穿越到那样一个时代 会怎么样呢 我要穿越到那个女子厉害的时候 那我肯定是磕磕磕磕磕磕 不至于 那时候审美还真是您这样 叫做什么 这个身长八尺 腰大实围 您是这样 您这样可以 你说我这是唐朝标准的身材 至少武将 像长得像您那样 就可提气呢 那你说意思就是这样的可排场 但是您那夫人 可能比您长得还排场 我夫人也身高八尺 你夫人未必身高八尺 腰大实围 但是你夫人呢 你比方说 你要是娶一个平阳公主做夫人 那人家跟你对开幕府 你这几百个人 她这一万多人 你说你们俩谁威风 我不俩那齐不死 我不俩那齐不死了 对呀 这十字母法过了 你说你当宰相行不行 你当宰相 宰相好 宰相好 房宣灵 那皇上赐给她一个小妾 那夫人说 不行 到我这不行 皇上说你不行 你把这毒酒喝下去 夫人一口干了 把皇上给吓坏了 当然那是醋啊 皇上说这么厉害的妇人 我尚且怕 老房你还是歇了这心吧 哎呦太劣性了 劣性 但是你要是没什么本事 没什么主意的话 穿越到我们唐朝特别好 为什么 怎么呢 那时候妇女有本事 那叫什么 为夫送冤 替子求官 就你们家大事小情 你要真不会张罗 她替你张罗的 欺货 都是夫人来张罗呀 夫人至少有这本事 哎呦 有这本事我也不愿意穿越 老天爷有的和杜鸟了 有跟夫人有摇位适齿了 有拔齿海外 那他给我压迫成杀了的 我还是就这样吧 你得唱啊 这女子们 哪一点儿不如耳难 那你们唱合适啊 所以我们这就明白了哈 为什么对花枪中那个唠洛义 他敢不过蒋桂枝 哎呀这个红庄时代呀 为我们的戏曲舞台提供了那么多 鲜活的题材 你看在我们的玉剧中 就有这个对花枪 花打潮 经济中有红泥官 樊江官等等 塑造了一系列 有魅力 更有力量的女性角色 而铸就了一步步的经典大戏 现眼碎欲 不躲将咱们接连赏会 飙下掌 别的英雄 咱不飙 单飙飙 小罗撑气的弄蛮强 他听说 在那山下赖了人寝逼 便追问父亲这啥情况 老罗一生怕别人赖吃笑啊 否认了当年之时怕穿榜 小罗趁练闹带着怒 他每灯话说万便踢墙 催马 下了山岗 讲鬼执一停 门外又任赖脚枕 派出了二子笋子看短相 且不说 洛怂的强法误认递当 就是这 小笋孙罗换 也不让 胆直见 小罗换 蹦蹦 条条出应去收替着把包玲珑墙 这才是 屋内疲了 活甚秒 闪上下水 阎路汪 落甲墙 摇对 蒋甲墙 谁输谁硬 咱们还得 看看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w 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练队 Podjas 脏山 已经 方生方 太后我姐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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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 安命罗换 安道挖钢带 先来寻找我姐啊 耶耶 一拍虎眼看得见 你练起三层 一拍虎眼看得見 我找不到 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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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欢快请你家叔叔那应许和 叔叔 走吧 奶奶请你来 哼 叔叔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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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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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媳 快快与你儿弟看左 是 儿弟 儿弟 轻来 罗座 哼 儿弟 轻做 哪个是你儿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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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是你夜夜落成 我来问你 你不差你下山为了或是你要一时而强 你且知我可 儿等分明是杨林的奸气 今日飞浅要杀便杀 不必读言 少爷 乃改是应求 其坑与你们这些仙气许华 嘿 好一个不动似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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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ins 该联系 合作 收納 Photoshop 我的儿子 小罗长海 你不要出口上人 长尾长 二年有少时间我不怕你怪 只怪你的爹爹洛伊夫 做事都不成 南江家也曾救过你父的名 我以他是其他的父亲 还能实现 四十年朝朝暮暮 我把他打 距离千里迢迢 来到这山坡 老神我青年六十 已醉我的儿啊 一想一想 我真能无缘无故人家 我真能无缘 我真能无缘 我虽然不是 儿的心上不 我看儿眼情上不 一旁途 而走南闯梅 盖着大利 而在那瓦岗栽上 也有卫兵 何谋又说成那光芒的心 看起来儿还算 有点年轻 成年都上都远有天在上 你不要 悟空一切成英雄 懂不懂把你的花相拥 我的儿啊 你去问问 那别的我也是谁叫成啊 就要管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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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点气死 那爹当初 他爹 他说要是不尽力 就今天当过他领地 我的儿 你问他认识 我认识 你问他认识 老是家中那样的 小莹 小莹一般唱 你唱的不对吧 那这是我来词 你才唱啊 你让我 我当这个角色你演的绝对不合适 哎呀我合适 你看那妹子的 跟人的妹子的 你整的真情 老天爷演江桂枝 你不要这样 你叫我演一会 演一会 演一会 这个江桂枝 你说咱俩谁演出合适 我往那站在我身上 张晓勇 嗯 就你演江桂枝 嗯 那罗姨不是现在不要你 啊 说是演前他也不要你 哎呀 这个江桂枝啊 你 你 他在我演 他在我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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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跟那喷呐 你啪啪吧 啪啪都啪啪 来来 你做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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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 啪啪 你做啪啪 来来 来 来吧 来吧 嗯 呀 呀 呀 嗯 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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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今天幸运观众吗 导演让我找你们贴一个小角色 我自己怎么是个问候 怎么是个问候 嗯 你家要干一件神秘的大事 哎呀 小伙子 放心交给我 主包子给你安排的代代金 你小心没 走走走 你还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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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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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家了 都同满一碗 满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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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演啥 他们谁也没猜着 一会儿一出大戏 台上见 县艳碎域 不躲江 满家强 对不了 江家强 江贵之 刚刚送走 落乘降 乘腰筋 后面筋梗伤 哎 那别看 这个乘腰筋 平时看着 听路芒 倒也是 从中 游戏 热心炕 他一看 落一 这为彪庆 就知道 不是他落一 说的 那个情况 所以他带着 两匹抽 短两匹落 还有哪 犹如羊肉 两大广 搞过滇信 庄里贺 还有哪 滑片日的 喜瓜 催啥让 周围瑶问 他来弄啥 他要扒 江是夫人 应上挖岗 岗里的老婆 弄否答应 咱还得 看看下面 戏杂唱 起兵老夫人 花岗斩 十大难 幼童 阿卫 将军 百贱 快快 有请 有请阿卫 将军 阿卫 先坐老百姆 老百姆 请坐 请坐 先坐 老百姆 一向身体可好吗 好好好 老百姆 你的身子 活该扎实吧 扎实 扎实 二位英雄 今日是何人 拆你们下山的呀 老百姆 生人 接到了 啥子被揚被九眼 趁带望柴兰把你揚 趁带望柴兰把你揚 白白虎 老白虎 他不高兴啊 洗头洗脸把一个 他为你喉寨大嫂敬 请白虎上山去退远重逢 请白虎上山去退远重逢 啦啦啦啦啦 咦咦 哈哈哈哈 白虎 趁带望命我们二人闲事故 再往准备些玻璃 玻璃烧口就倒 哈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哎哎哎 哎 你这不是我吗 你怎么走到这里啦 哎呀老百姆 好好好 哈哈哈哈 老百姆 你这本来的小姐可奔家玻璃啊 千来百万 要不要按瓦葬弟兄们的心意啊 对对对对 老生收拾有可一样 哎呀 离开如此离开如此 踩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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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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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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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可是好地方啊 当年俺老城 還在南洋买过猪耙子来 哈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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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大王 今日来到难言为了何时啊 老百夫 老百夫叫我牵的老人甲 上上来 成大王 大王不要 把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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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爷 我们自财借 亲 亲生儿子 他不认 他有柴 落成下 上来 上下 要不是 孙孙的惩罚口 孙孙的惩罚口 孙孙上在 量 他的手 装 好 背后 飞了赤色之霜的蟹 俺要唱也爱大宝宝片 我们是花断你讲 若在不做事 你不痛 你随我 你痛到沙湛去 我将他归在地 与你陪起 大人啊 老振 老振在我奔枪中 再谢谢我港中英雄 老振上酒的港列仙 不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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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神灵 全憑我华强也甘悟一惊 我又与老振你 我又与老挪你对阵交换 我与老振你对阵交换 我与老振你对阵交换 我与你对阵交换 你对阵交换 你对阵交换 盈盈 回山市教劳后出针脚锋 要打已就打几下 要骂已就骂几省 千万强下要流窍 出他个大窟窿 那可不中 臣大王 猛火结起 我心中很累 我要去教训教训他的副仙人 我从而牵过我的桃花梦 脚而洗 抬过我的墙一根 我夸马铁枪去上阵 我要把你给我回流水 你 你想要回 向老师们之计 谢谢你们 喂 我里哪个喂喂喂 您是您是 您是 你认不出来能接来 耶 我说了 你是能接呀 哎呀妈呀接呀 我这是在半日做噩梦吧 你干啥想不开 把自己导致成这样啊 真是多帅呀 那是天涯第一妹 真是天涯第一帅 哎呀我真的没有认出来 你验完以后 拜卖妆啊 直接给你拉回家 挂到家门上比线 真是 我发现你特别享受 自己的这个角色 对 这几位说实话 今天也都太看不出来 是哪些了 好 因为我来来来来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姜帅佳 来自河南大学音乐学员 哎呀 河南大学的学生 所以你是我们今天 本场的X们是吗 是是是 跟几位艺术家同台演出 什么样的感受 能给老师们一起同台 确实是一次经历 因为在学校 学了很多理论知识 包括有些老师教不到的 在这里都能感受到 能学会 谢谢我们的小姜 谢谢 喂 你老爷认识不认识 曲剧名家杨帅学老师 来 掌声欢迎一下 谢谢 谢谢 今天这位 这位我们的王慧老师吗 慧姐 还对 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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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猜猜他是谁 阿老乘 当年还在南洋 买过猪耙子来 认不认识 这个声音听着有点熟悉 树上的鸟尘尘尘尘尾 天哪 露水青山 带小夜 武秋老师 不瞒你说呀 天哪 我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 我自己 我在镜子里一看我这是我吗 我这大头到我跟你眼一看 这也不是我呀 琼姐您还可以演一出 程晓晶照镜子 真的 琼姐 您今天这个扮相 真是惊掉了我们的下巴 这个形象的反差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 琼姐和程晓晶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一高人胆大 对 胆子特别大都 这真叫一高人胆大 您说这个黄梅戏和这个玉剧之间 这个差异有多大 我觉得真是要多大有多大 而且您是怎么学会说的河南话 我每天想着 这个河南话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学 也很费劲 因为这个吴琼老师经常来河南 黎元春做评委 我那个河南的朋友都跟我说 吴琼 你咋又去河南了 你是扮个河南人吧 扮个河南人吧 这河南话说的也差不多 说了说代表 罗伯老师 我觉得你一样 我把范军教你用河南话 可以给吴琼姐点个赞 吴琼 种 这还是可以学的 种 两个字要点大 两个字啊 带紧 带紧 王老师 王老师也是一高人胆大 真的 其实吴琼姐 我今天很佩服您 在我们黎元春的舞台上 唱过玉剧吧 唱过曲剧吧 还唱过乐调的毛派吧 还唱过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 您还学唱过老包吧 这会儿又演了个花莲 这个程晓金 不瞒你说原来那些还都那个 今天我看见我 我都佩服我自己的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大胆地拥抱改变 这就是我们吴琼姐 其实终极的目标 还是要更好地传播 我们的戏曲文化 所以咱们热烈的掌声 再给吴琼姐点个赞 谢谢 谢谢 感谢所有的女嘉宾 我们总是说 一排好戏中 总有一个搅局的 就属于那种胡椒面是吧 对啊 它是佐料 它是味道 没它还不行的 在这处大戏中 程晓金就充当这么一个角色 大家都很喜欢 程晓金这个角色 就是真是那种 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主啊 但是 她也这个粗中带戏 你看她唱词中 她还劝这个江贵 就说 老百姆 生气了 你就 搭几下 骂几下 但是千万 可不敢戳个大窟窿啊 你看她还 就是挺有分寸的 还是很有智慧的 在历史上 人家留下名字 也不叫程晓金呢 人家叫程智杰呀 她其实 出身也挺好 她不是像我们戏里 说的这种草莽英雄 她是官宦子弟呀 从祖父啊 在这个曾祖父啊 那都是北齐的官员 而且你看在戏里头啊 程晓金不就是三板斧吗 薛如花斧 但实际上 她真正使的兵器是什么呀 是马朔呀 马朔是长枪啊 就是她是配合骑兵作战的 而且这个马朔制作起来 特别的难 就是造价很高 就相当于现在这种 特种兵配的那些武器 所以什么呢 如果家里没有钱的话 是使不上这种兵器的 就是家教很好 而且自己也是很英雄的 这么一个人 很刚猛 当然开始呢 是跟着李密的 就是在瓦岗寨 后来呢 投了堂了 投了堂跟谁呢 跟李世民 所以不是才能参加 玄武门之变吗 林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那是出堂 非常杰出的将军 后来打突厥 立下赫赫战功 然后陪葬昭灵 很正的这么一个路子 你说戏剧里 就是从小说开始 什么说堂啊 随堂演绎啊 就把它塑造成 这么一个草莽英雄 一个丑角 所以我就想 这个艺术的表现力 多强啊 这个能够创造的这种角色 多宽泛啊 罗毅这个角色 在历史上也是确有其人的 罗毅当年是 那也是幽州王啊 自己做幽州总管嘛 割据势力 其实跟这个瓦钢寨道 没什么关系 他后来也投了堂了 人家陈晓金投的是李世民 算是跟对了民主了 他投的是这个李建成 李建成后来选我们之变 不是败了吗 所以罗毅呢 就自己在李世民 当皇帝的时候 他就觉得内部自安呢 后来就造反了 造反被杀 所以不是一个特别 就是结局不太好吧 你要是看这出戏 这个陈晓金这个扮相 你看他扮相是花脸 但是你又看他那个表演呢 又诙谐幽默 像个丑行 陈晓金这个扮相啊 你看他陆龄好汉嘛 所以说他有时候是绿脸 这个入堂以后呢 他就是丑着的扮相 而且他幽默 可能是随着人的年龄增长 这个更加的看透了这个人间的世间的百态 而且比较豁达了 比较幽默了 比较风趣了 所以说用丑着的扮相来给他丰富 我觉得河南的人特别喜欢陈晓金 喜欢 河南戏中有很多陈晓金的戏 当然了 像那个陈晓金赵静子 对花枪花打潮当中都有陈晓金的形象 在咱们一剧舞台上 这个陈晓金就是一个仗义欢托的钢铁直男 这种反差萌就让陈晓金显得特别的可爱又可亲 在这个陈晓金的窜夺下啊 这对失散了四十年的夫妻 就要在瓦钢寨前对花枪了 县艳碎域不躲江 在彪彪江贵直这个女县亮 她饺子殃存心肥劲 为的是 洛义入鬼聚一趟 谁也知道 这个洛义以走恩全网 真让人 一股汗气透心量 挖岗寨不能上要与洛义来对墙 问一问 四十年的降死债 有谁来付 问一问 四十年的青春孙是非 有谁来成党 还有呢 花墙的直是掺权 改轨谁有 这墙发到底是姓洛 那还是姓江啊 那样啊那样啊 你叫海外 那还 昔日离肖夫妻于事儿 赏赏亮亮 今日离却要刀兵相见 论端章 咱们遂照众英雄已亲 上钢管望 看一看他们唠亮沟 金钱入贺对华墙 空海外 空海外 岂南人 我好 心肠 夸张了 提名墙 走穿淡雪 欢容了壮心里 河上担冷唱来寻忘按睡郎 撕肚中� Marketing 快睡 两步项补 又威又恨又羞又老 灌漫明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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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发之人他不然 忽人儿孙早天亮 脚儿等于我高声 让脚落一块下山 来对话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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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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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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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誰為你守護鬼 才把人把別撒謊 千里跳跳 來照你 你很先把我來跑其 難道說你死自己的二孫 也不戀情 說什麼養人了相親 你思索从里还是起 这大个儿向你改之去 江寻落成 你个八头会嘴可恨你 你不给我留下烈剧 你怕骂天下你乱队 你怕骂天下你乱队 老络眼 兔太奇 呸呸 贼不由你都流连剧 老上来 我带你四十修十滴 嗨嗨 看看那两个傻闺女 听说风就是你这个星际 可是实不定 我刚摘上门看一看 她是何人 我失睡 直到地说到不容易 不知道要说完规矩 没有道理 我老了老来大女性 能叫我落一个傻闭气 这一阵呢 才出了我心头气 颶人 颶得我满阵灰土 一辆你 颶好 今天台上两位姜桂枝 一位是我们的 已经80岁高龄的张宝英老师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谢谢 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金剧对花枪的首演 我们的郑子茹老师 欢迎 两位老师太厉害了 你们把我唱哭了 又把我唱笑了 我得站起来给你们点个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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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老师 今天您 我发现您来到黎元春的舞台上 感觉您特别兴奋 非常兴奋 也非常的亲切 感觉回家了 因为我们对花枪来源于玉剧 根据玉剧改编 当年我小的时候 看的就是崔兰田老师那一版 实际早在五六十年代 我们崔兰田大师 这书戏已经享誉剧谈了 四次进北京 对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演出 这个当时北京的老百姓啊 都有一句顺口溜 说 京城四月百花香 谁人不赞 对花枪 张老师 你有没有看过郑老师的戏啊 我看过呀 那个时候 我老师经常去北京演出嘛 后来就听说京剧一直河南的这个对话香了 而且郑苏任老师的那年龄是 好像是十九岁吧 十九 京剧说最优秀的一个青年演员 担任这个剧中的江桂枝 哎哟 我都好激动 我今天见到他说 我说呀 我心目中的欧想 还让后天打上考 又是下场一块 又是开大 让我激动了 我说呀 还是京剧使我们学习的包衣 听了两位艺术家的一番话啊 就让我想到了 田汉先生曾经说过 他说 无论是京剧 玉剧 或是乐调 以及其他剧种 一笔写不出俩戏字 个性自己发挥 共性应当交流 共同繁荣我们的戏剧事业 郑老师就是刚才说 穿着后点开打 这还开创了京剧的一个行动 就是文武老弹 对于这个京剧的对话香 孟老师您太熟悉了吧 我真熟 我今天能看见郑老师 我都觉得特别激动 郑老师那个表演 那叫一个帅 真是帅呀 谢谢您 这个跨战马蹄银枪 足灯战靴 换戎装 是吧 您都背下来了 就热血沸腾 然后就那段开打 那个漂亮啊 那个唱得那么铿锵啊 其实啊 我就没有真正在舞台下听过您唱 我听都是我自己在网上搜的 因为那个时候 您离开舞台 那个时候还早一点 我就没有能够听到 所以今天我一听 您来了 哎呀 我觉得太激动了 刚才真的是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 就您是我偶像 然后今天我又增加了一个 不敢当 增加了一个偶像 今天这张老师也是我偶像 张老师唱那个 深情并茂啊 而且后面唱的话 就不舍得打女婿 哎呀 那个小姑娘的娇羞啊 一下子就出来了 真是您说的 开始有多悲 后来就有多喜 就咱们预矩的那种幽默感啊 哎呀 张老师啊 您太了不起了 谢谢 所以也有人说嘛 说这个姜贵芝是 老蛋扮相少女心态 对 不管是红靠也好 还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 马老师扮相上那朵小红花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寓意 就是四十年过去了 在姜贵芝心中 一直盛开着那朵爱情的小红花 我们的对花枪 为什么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啊 因为它喜忠戴悲 碑中有喜 对花枪对的是什么呀 对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 黑白曲直 对的是我们生活的酸甜苦辣 对的是这几十年的生活的味道 所以我就在想啊 对花枪 对花枪 到底什么跟什么在对呢 今天一看这舞台我明白了 首先啊 肯定是这个姜贵芝跟罗毅对上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个玉剧的《挥鞋幽默》 和京剧的端庄大气对上了 还有呢 咱们古代中原女性的这种坚强和包容 跟咱们现代女性这个自立自强对上了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东西都能对到一起 咱们的古典一定能对上今天 咱们这戏剧一定越唱越好 恭喜各位抽到戏剧变装任务忙合的你们 我现在头已经开始有点疼了 我特别兴奋 头上带着这个关 让我想起来了贾宝玉帅气的宝哥哥 我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 你真厉害 你得激烤 你不能这样 走 走 别管他 我们待会儿其实挺害怕的 对 害怕那个花枪打着我 走 走 没事 走 没事 走 没事 嗯 老师 老师 我说我这个头疼得受不了 手这样 这样撑起来 这样举一下 对 这样举着 这里边也是戏曲的一股 真坚持不了 暂时先休息 刚才真是疼得 头昏脑热呗 眼睛都看不清楚了 还特别想吐 吐 吐 你把我撞吧 对 好 听到这 你把我撞吧 你害不暇贵 欢迎 你害不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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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赞鸣 你贵鸣 你贵鸣 你原谅我吧 可不得不一致 看电影去吧 不一致 我今天算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买买 我今天演的是娃娃生 是一个比较活泼 跳舞的角色 也有挺大的挑战吧 但是我也挺享受其中的 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 我以后每周日都围看林远春 你就原谅 蝶蝶蝶 艺术家庭体验成功